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永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吉永市卫生局保健科 在仁爱国小举办2023高龄友善城市 玛丽欧派对switch祖孙电玩竞赛 让长辈们多参加市区活动 增进祖孙及家人间的感情 小朋友跟阿公阿嬷用switch电玩比赛运动 看谁厉害 这是基隆市卫生局保健科 为了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多动脑多运动 特地在仁爱国小举办2023高龄友善城市 玛丽欧派对switch祖孙电玩竞赛活动 借此让长辈们多参加社区活动 多动脑多运动也增进祖孙 以及家人之间的感情 超过两三百个人 阿公阿嬷带我们的孙 透过这个游戏机 本来电玩是跟我们小孩在打电动 结果现在电玩都在比奥运比亚运 所以那是世界的比赛 阿不过我们做阿公阿嬷 我们以前做阿嬷的时候 不够玩电玩 现在就叫我们家的小孩 是我们家的孙子 教我们怎么玩 这电玩越来越进步 不是只有在打电动而已 像我们刚才这样有运动到 手脚平衡 还有运动到天然 就会谈到 所以我们今天是阿孙的 跟阿公阿嬷 可以挑这些比赛 所以我们过几天就是 9月9号同阳节 同阳节是 我们说阿公阿嬷是宝贝 阿公阿嬷都说孙才是宝贝 阿公阿嬷跟孙大家都是宝贝 大家最宝贝 我们就会谈到健康 谈到我们家人最希望最健康 大家都充满爱 大家就会保护我们的健康 照顾我们的健康 卫生局这项活动 也受到基隆市议会议长 通之威等人的肯定和支持 让我们的长辈们走出来 参与更多的活动 我想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需要更多的一个环境 然后通过一些活动 来营造我们友善高龄 我想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忍耐区 是全球市 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 其实各区都差不多啦 那我们也即将面临超高龄化的社会 那我们希望 卫生局 还是相关的单位 都可以办更多的活动 透过我们的环境的改造 也要 让市政府 各单位共同来努力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 身心健康的一个城市 身心健康的一个区域 那我们希望 未来自用市议会 跟大家共同来努力 也希望 我们的长辈们 住在基隆 是感到欢迎 虽然我们常常下雨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走出来 我们希望各个邻里 让我们中央也有补助 卫生局相关的预算 所以我们在各个邻里 各个活动中心 也都有办 很多领长都有办相关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来参与 就是走出来可以预防失智 预防失人 这次比赛总共有8队200多位祖孙报名参加 包括秦曾 吴华佳 郑文婷等多位市议员 都前来鼓励加油 现场也有长辈的舞蹈表演 以及健康操等活动 电玩竞赛比赛结果 则是由 信义区 HOLIGAN KONG 秋海嗨队 获得冠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睽違三年 创世基金会与南山人寿 基隆通讯处的员工们 带着愿民到庆安宫参拜祈福 议长同滋味也出席 与愿民们一同持乡 希望庆安宫妈祖娘娘 可以保佑创世基金会的愿民平安健康 在议长及志工们的协助下 创世愿民们手持乡 向庆安宫妈祖娘娘祈福 睽違三年 创世基隆院举办秋日亲旅行 与南山人寿基隆通讯处的员工 一起推着轮椅 带着植物人愿民们 到百年历史的委托行街区 庆安宫进行社区融合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力量 那庆安宫本来就是一个 救人或是助人的一个单位 那跟创世基金会一样 大家共同秉持着一个理念 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朋友 大家一起来回馈社会 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感受 那大家看到院民有些人 你不知道他听得到或听不到 或听得懂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今天刚好天气也非常好 我也希望妈祖娘娘可以保佑我们的愿民 保佑我们的家人 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一直很希望能再为植物人的朋友们 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这次带领了伙伴们来参加今天的社区融合活动 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非常感谢就是南山人寿 然后许处经理 带领伙伴一起来参与 然后还有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 在百忙之中可以来跟我一起参与 外出的社区融合的活动 真的非常的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 基隆城市基金会正在安装防火门 由于每片防火门的造价至少十万元 价格不低 还有十六扇防火门需要资金来协助 基金会期盼社会各界能伸出援手 守护愿民们的安全 社会的大众可以帮忙 就是一片尿布十块钱也可以 那一个月三百元 那植物人的安养经费 我们也希望是1650一路有名 那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基隆创世基金会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员韩世玉 至于街道民众陈勤 有一班公车在尖锋时段 竟然没有关车门 就这样一路从东信国小开到基隆女中 长达500公尺的下坡路段 非常危险 因此希望市府全面检视 加速台湾老旧公车 一辆公车行驶在路上 却被民众拍到后车门竟然没有关上 让民众吓坏 就怕有乘客站着 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事发在基隆 17号上午尖锋时刻 这班公车占运不少乘客 只是在车门没关闭的情况下 一路从东信国小开到基隆女中 路程长达500公尺 车程约10多分钟 相当危险 很危险 很恐怖 会怕 关好我们204公车 那最近的话有发生公车 我们车门故障 那导致呢 车门整个的话 在行进的过程中 是开启的 那也导致呢 我们有人员呢 等于说有受伤 而且呢 有发生危险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 在行进的过程中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 如果说换做我们 本身在搭乘的人 是不是感受到说 非常的危险 市议员韩世玉 接获民众陈勤 向公车处反映 发现这辆中型公车 市市府在8月 购入车铃9年的中古车 当时买了4辆 目前这4辆 全部都进场检修 那个是车子 在行止中的时候 车门临时故障 我们司机低下的反映 就是说把乘客书上完之后 立即入场维修 并停止载客 经过我们本处的通盘检讨之后 我们就这一款的车子 因为这是今年交的新中古巴士 所以我们对这批车子 大蓝交的车子 在重新做检查 从之前到现在 前几年 一直J2.3有发生这样的事故 那是不是说呢 我们公车的话就做通盘的检讨 跟做一个改善 还有呢就是我们人员的教育训练上面 也要做一个加强 而且呢 市医院的话在议会呢 已经有提过非常多次了 那希望说呢 我们的施工车呢 能够得到全面的态换 我也希望呢 我们的市府能够加紧脚步 再等一来看 立委选举逼近 民进党市议员郑文婷 邀请高雄市议员黄杰 一起到仁爱市场扫街拜票 黄杰大赞 金融市美食天堂 生鱼片不止新鲜 还比一般吃到的大两倍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婷 2024黄杰一致 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拼立委席次 找来高雄市议员黄杰 来金融助选 站在爱山路看板前 呼吁把郑文婷送进国会 我们黄杰市议员 不动去吗 一家庆心 让大家庆安稳厚 黄杰大赞 谢谢 鱼一勾两百 谢谢 谢谢 来到仁爱市场 陪同郑文婷扫街拜票 黄杰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又是握手 还与支持者何以留念 还有贪犯送上包子 象征包众 预祝郑文婷顺利当选 我今天特别从台湾尾 来到台湾头 就是希望拜托基隆的乡亲一定要把郑文婷送进国会 基隆跟高雄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港督 很希望说基隆可以跟高雄连线 藉由重要的货运的枢纽以及军事的港湾 一起从台湾头守护到台湾尾 那我很希望说大家可以藉由把郑文婷送进国会 可以延续基隆的T-Pass 直接让郑文婷即战力可以继续守护基隆的交通建设 我想1200首都通月票上路以来得到非常多民众的一个肯定 那也有很多通勤族的民众告诉我说 他们每个月因为使用T-Pass 1200 他们每个月至少可以省下一两千块的通勤费用 那我们基隆如果以通勤人口来算的话 几乎可以说是全国的第二名 那再有这么高比例的通勤人口 能够减轻民众的一个负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编列的预算 T-Pass大概只能继续做三年 那未来文婷进入立法院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央继续推动这个政策 让1200T-Pass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能够延续T-Pass政策的就是郑文婷 希望大家能够让文婷进入立法院 为大家守护基隆的利益 民营党多位市议员都到场 陪同郑文婷 黄杰一起拜票 一向喜欢品尝美食的黄杰 这次豪爽品尝生鱼跳 寿司 每咬一口大战基隆是美食天堂 没有那么好爽吃那么大一片就很好 真的 天堂通常都切一段对不对 它的厚度是两倍 两倍 你看这边买队的都是冷的 真的 而且是不是今天是每天都是这些 尤其是假日更热 对啊 都拍到楼下 黄杰大探生育片强调很新鲜又冷气吹 她说其实对于基隆并不陌生 这次来到基隆替郑文婷助选 希望基隆人集中站立 将郑文婷送进立法院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欢庆创校70周年 表扬112年度杰出校友颁发荣誉校友 超过300名海内外校友回到母校一起同乐 总统蔡英文也特地录制影片恭贺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迈入70周年 从开始的闭路蓝旅填海造路为大学使命开创新局 70周年校庆庆祝大会席开85桌 透过线上直播让全校师生及全球各地的校友齐聚 一同庆贺海洋大学的生日 海大成立于1953年到今天刚好70周年 我们海大在300平的校地 扩建到目前60公顷的校地 学生从1000多人变成9300人 在教学研究产学还有社会服务都有在海洋专类表现亮丽的成绩 秦战院副院长郑文灿也亲自到场祝贺海大生日快乐 也期盼借重海大的力量 让台湾在发展离岸风电 渔业海洋及生态永续发展等方面取得共生与平衡 所谓的3030海洋保育的思维建立成为主流 要成为在教学研究服务 各个方面的这个顶尖大学 海大已经做好了准备也展现了成果 校友总会会长林建松国策顾问 杰充校友联渝会理事长王光霞 与各地的校友会都来到现场祝贺母校生日快乐 海洋大学70年来 不管是在配偶政府在推动海洋产业跟海洋科学方面 都有非常接触的成就 海洋大学培养了很多的优秀的人才 当然我们更需要能够来为我们的学弟学妹们 怎么样的更快的时间里面来成功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70年来海大培育了无数优秀的人才 推动了海洋产业和海洋科学的发展 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 未来将从多面向加强国际化指标 让全球看见海大 记者蔡小军接用报道 讲解 2副业全球 1副业激 2副业 7副业 5公斤 9公斤 7公斤 9公斤 7公斤 紫雲市銀行教營業用車輛 下期使用牌照稅 你是說 營業用車輛 下期使用牌照稅喔 你教的愛誠實納稅啊 用這個啦 收到繳款書後 下載行動支付 和電子支付APP 掃描QA扣 就能馬上繳納 還有信用卡 ATM 轉帳等多元繳納管道 都可以選擇喔 很方便耶 多元繳納不卡關 一路身上安心 GO 紫雲市要是否店 歷經兩年策劃 開光啟用 要是否大店內 設有神佛尊項 必讀目科解王的 輝紅莊顏 不少信徒專程 請來點要是否燈 祈求身體健康 消災嚴壽 歡迎民眾來自一次 要是否店參拜 感受乏喜 基隆市區污水下水道 施工開始囉 下水道工程施工 會在道路進行開挖時 設膠管及維社為理 風情陸續將暗月分區分段施工 部分車道會縮減 部分停車格會取消 請市民多注意 為了衛生和健康 請大家體諒多包含喔 民國97年才開始啟用的 慈雲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許錫瑜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不妨進到大杯殿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您知道八獨火車站對面有座復健山嗎 八南社區展現極佳的社區營造力 賦予髒亂環境新生命 還找出復健山的碉堡軍事要地故事 在今年度的設造計畫中 推出了神丟帕麻復健區的小旅行 此復健非比復健 從八獨火車站對面的巷子進入 跟著指標走就可以來趟復健山之旅 旁邊這邊就是剛好是火車站的位置 所以你看它這以前是一個制高點 像當初清法戰爭 他們就是打到這個地方就停住了 復健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有重要的軍事要地 不管是進入竹林秘境 還是通往吉隆高中的通學步道 仔細觀察都可以看見軍事碉堡 上一次導覽的時候 帶大家走到這裡說 我那位碉堡到了喔 大家說碉堡在哪裡 碉堡在哪裡 事實上它就在你的腳下 沿途山進步道都設有解說牌 豐富的生態及歷史文化從中可一窺究竟 這棵樹啊就是你看那個皮都已經被剝落了 它這個不是人家去把它剝下來的喔 它原本它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不是這個樹叫做白千層 結合我們社區的一些調查跟盤整 然後舉辦了四個場次的社造小旅行 那今天是第一個場次 是我們走我們復健山跟我們的意見社區 內政部雲建署的社區特優獎 榮獲最高榮耀 主要也是賦予環境新生命 這是一個環山的步道 看到的岩家古厝 看到以前的歷史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覺得在這邊這麼大多的時間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出一個時代的傳承 然後我們也看到歷史的風貌 覺得蠻感動的啦 因為就是從社區就是這麼 就是很髒啊很髒亂的地方 可是重點是透過大家一起投入 然後一起參與 然後付出實際行動 然後把整個社區變得更好 靠雙腳走近山 想走多遠多高全是選擇 像極了人生縮影 而這一條神雕怕麻步道 展現的是社區營造的精神 歡迎大家來爬福建山 呼吸新鮮空氣 感受巴南設造的成果與魅力 記者蔡曉君 七龍報導 對對對 金融市立田徑廠工程一波三折 重新發爆後 施工廠商發現看台區設計有安全疑慮 金融市政府表示 除了將進行變更設計外 也一併追究工程設計的趨勢 希望2025年可以來啟用 金融市立田徑廠因為場館設施老舊 市府爭取中央補助款拆除重建 但去年因為與以前營造商有糾紛 市府去年11月重新招標 但現在施工廠商發現 看台區部分結構安全有疏漏 依照我們的這個職安的反規 只要是在兩公尺以上的建築 它是必須要有所謂的一個施工架 也就是大家所俗稱的鷹架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針對於我們的這個看台區 它會有斜斜的一個天花板 就是大家看到我這張圖 它在它的結構以及它的安全 尚未穩定之前 它依照相關的法規 它必須也要有一個重型的一個支撐架 來把它固定住 等到施工完成了之後 才移開這個支撐架 但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當時並沒有被發現 而導致說廠商在施造的過程當中 發現了這樣的缺失 其實在工庫工程中 各位看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 歷史撐架的部分 依照法規的規定 你垮度只要超過12公尺以上 你就要做歷史撐架 那各位看到我們這個垮度 其實它是超過20公尺 那也就是說 依法規必要的設置 它是必要設置的 各位看到一些像那個 南港那個生產結案例 這個就是工庫 那在12公尺以上的時候 就是要做歷史撐架 譬如說必須在鋼購在主力完成之前 等於說它的力量能夠正常存體之前 它必須做一個應徵增加的固定處 這是安全的必要措施 這是一定要做的 那當時我們就進入發現說 這個部分當初在設計圖上 是沒有這個部分 那在第二個部分 就如剛剛從法院所講的 我們這案子 這是我們利用3D模擬的方式 提出一個施工交易的方式 因為各位看到 你每一個點必須有一個 合乎法律的施工架 和安全的施工 這是規定 那今天我們現場 核對我們慶祖作為一個發生動 它在所謂的 不管是在位置跟數量 有明顯的不足 市府召開記者會強調 除了辦理變更設計 相關責任檢討 將依據勞務契約規定辦理 這項工程是在前市府任內 來進行完成的審查 以及工程發包的定月 那問題就在於說 這項這樣的一個設計圖 在當時的狀況之下 竟然沒有人發現或者是揭露 而導致說今天我們的施工廠商 它在施作 在進行輕塗作業的時候 才發現了有問題 而且呢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是只有第一個 只有這個廠商發現 早在本案第一次發包的時候 該廠商也發現也判斷說是有問題的 那即使換了第二間承照廠商 也是判斷說是有相同的問題 那此事關乎到我們前市府以及設計廠商 恐有釀成我們缺失的疑慮 那為此我們本府也會依照我們勞務契約的一個規定 來考慮來追究相關的一個疏失 針對整個工程進度 市政府表示 看台區和停車廠目前已經完成基礎工程 工程進度約15% 市府將要求業者在不影響公共安全的部分 繼續施工 希望能在2025年完工啟用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中華都市更新全國總會表示 全國屋林超過30年有500萬戶 台北市也有超過70萬戶 顯現居住安全不能等 為了要推動唯老都根有良好的公通平台 每年舉辦高峰潤台 就多元的面向啟發全國對居住正義 與安全的重視與關心 第十屆都根新展望論壇展開 就台北市都市再生的推動 公辦都根願景 為老重建 都根展望等主題來探討 創造產官學界都根交流 我們這次的論壇 是已經是辦第十屆 有關這個國家 未來民眾對這為老都根 我們中華都根總會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每年舉辦的一次 今年四大主題跟往日的主題都不一樣 我想這個我們想大家 今天這個活動 往日應該會有很大的收穫 我們國家成立了國家制度中心 這幾年來 十四都根三的華 前世都到未來 那小基地也能參加重建 加上都市更新條例的前面關心 現在的更多人 可是越來越驚慌 影響 北海外島 馬圖 金文 恒武地七 也都開始進行 老舊都根 都 坊部分的改建 那麼2015年以前 我們台灣 總共有534件 那目前我們國內已經達到4283件 已經開工的已經達到77% 所以我們稱為為勞都根的教護 內政部發處長 他在執行政府都根 維老政策上有他努力深入了解問題 修法克服的堅持才有今天的成績 我想都市更新進入到可以展望 其實背後大家的努力 當然怎麼樣把都根維老推動得更廣更順暢 讓大家對未來的改建越來越有希望 絕對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想無論是政府或者是民間 大家一定要繼續努力 我們也知道這些年來 我們都根和維老逐步的成熟 到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大概一年維老案件全國大概可以超過800件 都根大概都可以超過80件 而且大概一年有900多件的都根加維老 產官學之間結合起來的那一個量 更多幫助整個城市環境的改造 所以說無論如何今天這個題目 都根新展望其實對政府是莫大的挑戰 但是這個挑戰卻是民眾最期待的事情 所以說大家好 論壇產述及討論中央及地方都根新政策 讓社會各界認識了解多元都根展望 也協助政府未來制定相關法規與制度時 能兼具多元聲音 提升圍繞都根的效益和效率 促進都市永續發展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清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节电天天是好日 星期三宅